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湯哥 湯仲偉老师 大家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那新的一年呢 如果你想要数钱数不停 想要让数年呢 财运更好的话呢 别忘了哦 只要过年期间呢 只要出去有走春啊 或者出去旅游的话呢 可以往西北方或者是东北方呢 这两个方位呢 去装柴水 好 假设呢 如果你有往西北方走呢 在这个地方的百货公司 或者是呢 东北方的百货公司 或是人潮聚集的地方 只要越多人潮越旺的地方呢 或是一些庙宇都可以哦 那你要记得可以去那个地方呢 装柴水 例如呢 百货公司有饮水机的话 那甚至于是人潮很多的车站都OK哦 只要往这个西北跟东北方的地方 都可以帮助你呢 求得柴运哦 那西北方的地方呢 是我们2020年最大的柴位 如果呢 在这个地方呢 装柴水回家放的话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事业运 跟我们的正财运 那如果呢 往东北方走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人缘桃花财 让你在2020年呢 都可以人卖 通钱卖哦 2020年如果取到这个柴水的话呢 你要记得 把它放在家中的柴位呢 不要把它喝掉 放一年呢 都可以让整个家宅呢 充满了柴气 可以让你呢 2020年呢 财运横通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汤哥 唐仲伟老师 大家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大家都很想要在新的一年呢 可以让自己的目标呢 可以实现 然后让自己美梦成真 那到底呢 我们要如何运用新年的期间呢 让自己呢 可以许愿 而且可以灵验呢 其实呢 许愿最好的时机呢 就是在大年初一哦 大年初一呢 它是新年的头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 一年之际在渔村 有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呢 大年初一呢 切记不可以跟别人吵架 第二个呢 不可以赖床 你一定要早早起床呢 出去走村 那去哪里走村呢 最可以呢 让你的愿望运气变得更好 然后愿望可以实现呢 就是呢 往西北方走哦 那或者是呢 你在家里呢 面对西北方的地方呢 你可以虔诚地立下你的心愿 例如说你想要在今年呢 工作呢 可以更上一层楼 或者是财运呢 可以更要劲 那这个时候呢 往西北方 然后真诚地许下心愿 那你会发现 新的一年呢 立下这个心愿 都可以让你实现哦 那从除夕呢 开始呢 一直到大年初六呢 哇 这段期间呢 大家一定会 小赌遗情 或者是小试一下 自己的手气哦 那其实呢 财运呢 在隔离拜呢 最旺的前三名呢 第三名呢 就是生肖属龙的朋友 你要多加把握了哦 第二名呢 就是生肖属蛇的朋友 第一名呢 就是颁给生肖属猪的朋友 这三个生肖呢 在这段期间呢 哇 如果你小试手气呢 如果有赢到一点钱 或是呢 有增加一点收入的话呢 别忘了哦 要多做一点布施 然后呢 让这个财运呢 可以源源不绝 生生不息哦 有舍才有得 那有赢钱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多广结善缘 才会让你在新的一年呢 更加的财运顺遂哦 那提供一个开运的小命法 给大家参考 尤其呢 如果你在新的一年呢 想要求得财运的话 记得哦 今年的财位呢 在西北方 西北方呢 我们呢 可以放上一个会滚动的流水 或者是呢 放上一台饮水机 或者是一个铜铃 会摆动 会发出声响的东西呢 都可以让你在2020年的财运呢 可以更上一层楼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